想学好音乐,这节目里面19个常见的节奏一个不可少 今天我们从零一起来认真的抛弃抛弃学习学习 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慢慢学 首先呢,我们先看一拍节奏型 Do-Re就是二八节奏,两个八分音符组到一起 怎么读呢?一下一上,Do-Re,大-大 第二个是四个十六分音符组到一起,就是四十六节奏 那么有一拍平均分成四分,每个音都是四分之一拍 怎么读呢?Me-Re,Me-Song 这个是前八后十六节奏 前面这个Me一条线是个半份 Re和Me两条线是上来唱一半 读法就是Me-Re,Me-Da,大-Da,Me-Re,Me 这个是和它相反,叫前十六后八,都是一拍的 Song-Me-Re,Song-Me是一半,这个Re是一半 那么Song-Me是两条线,是两个十六分音符组到一起的 所以呢,两个下了一半,后来一个上了一半 那么这个Do-Re,它是一个小幅点,也是一拍的节奏型 那么中间这个点呢,最后就是延长前面的一半 你看这个E好好的,它是一条线,是半份,对吧 这个点呢,是延长它的一半,刚好就是这么长 这个Re两条线呢,就在这么短 那么读法就是Do-Re,Do-Re,这个Re快结尾给它读出来就对了 这个呢,是后小幅点,是不是这个幅点跑后边去了,对不对 那这个Me两条线呢,这个跑前边去了 原来这个两条线在后边嘛,它搬到前边了 所以这个Re两条线呢,就是十六分音符,就是这么长 这个Re加个点,还是半拍,加个半拍的一半 怎么读呢,Me-Re,Me-Re,这个呢,是个小气氛 So-Me-Re,两边都是两条线,中间呢,是一条线,对吧 那么它的读法啊,大家注意看,So是这么长,Re是这么长 中间这个Me一条线,就是折叠起来的半份 怎么读呢,So-Me-Re,大大大,So-Me-Re,大大大大 这个是小幅点三十二分节奏,前方这个音一条线,这个半份 这个点呢,延长一半,就是这么长 这个Re和Me啊,它是三条线,它是两个三十二分音符 那么我们说了,两个三十二分音符合到一起 是不是就等于一个两条线呢 哎,那就对了,你看,Re在这,Me在这 所以读法就是,Do-Re-Mi,Do-Re-Mi 这两个唱的比较快啊,它只占半拍的一半 那么这个呢,是三连音,再读得出它们整体是一拍 怎么读呢,Me-Re-Mi,Me-Re-Mi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了,中间有一个辅点十六分音符 那么你看啊,我们这个点呢,是延长它的一半 延长它的一半,那这个点是不是就相当是一个三条线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三十二分音符了 所以说,T和这个SO连到一起就是这么的长啊 比半拍的一半要长啊 那么这个Me两条线呢,看到没有 就是这么短,就是属于这T的一个一半 大家会区分吧 那么Do和Re呢,两个十六分 上了一半就行了 怎么读呢 SO-Mi,Do-Re-So-Mi,Do-Re-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,两拍节奏型 咱们整体都是两拍啊 你看第一个,Do-Re-Do,这个是大切分 要注意,中间这个Re它是一盘 两边都是一根线,都是八分音符,是半分 所以前方是一半,后方是一半 中间是一盘,怎么读呢 Do-Re-Do,大,大,大 这个Mi-So-Mi啊,它是大幅点十六分节奏 大家看到,前边呢,这个Mi加个点 后面这个SO-Mi是两根线,对不对 两个十六分合到一起等于几盘?半盘 那么前面这个Mi呢,它是一个一盘 这个点呢,延长了一半,是不是就这么长? 所以说,这个Mi加这个点连到一块 一盘半,SO-Mi是上了一半 怎么读呢? Mi-So-Mi,Mi-So-Mi,简单吧 那这个呢,就是大幅点了 前面这个Do,是一盘,第二,延长一半 Re,呢,就是标准的半分,是不是? 那我们怎么读呢? Do-Re,大,大 这个SO-Fa-Mi呢,是什么意思呢? 是不是相当于是把这两个音放到前边去了 怎么读呢? SO-Fa往下走 这个Mi还是一盘半 所以它的读法就是 SO-Fa-Mi,SO-Fa-Mi,要唱标准 那么这个Do-Re,Mi-Re呢,八切十六节奏 前面一个八分音符,后面两个十六分音符 中间呢,是个一盘 所以这个Do,是个一半 这个Re,是个一盘 这个Mi-Re,是上了一半 我们在唱的时候,注意好节拍 Do-Re,Mi-Re,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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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Mi-So-Do-Re,也要注意 Mi-So往下走,都是一盘 Re呢,是个半分 这句怎么唱呢? Mi-So-Do-Re 再来 Mi-So-Do-Re 这句呢,Do-Re,Mi-Re,都里面 你看,这是十六切十六 前面两个十六分音符 后面两个十六分音符 中间是个一盘 是不是? 也是切分的一种啊 怎么读呢? Do-Re下了一半 Mi呢,完整的一盘 Re-Do呢,上了一半 读一半 Do-Re,Mi-Re, Do Do-Re,Mi-Re, Do 那这个So-Mi呢,就是后大幅点了 这个So一条线是半分 这个Mi啊,照样还是一盘半 比较简单啊 怎么去读呢? So-Mi-So-Mi- 是不是啊? 这就比较简单了 这最后一个啊,特别的难 你看这个Do-Re啊 中间是不是加了一个三十二分音符呀 对不对? 那怎么回事的 你看,这个Do两条线啊 它就相当于是 你看,半拍的一半就是这么长嘛 和这个Mi一样长 但是这个点呢,再延长它的一半 你看,连到一块看到没有? 就是这么长了 这个Re三条线 它就是一个三十二分音符 就是半拍的半拍的一半 就八分之一拍嘛 所以说,如果你不会读的话 你看好啊 Do-Re这个Re 在半拍快结尾给它唱出来就对了 Do-Re-Mi- Re-Mi- Do-Re-Mi- Re-Mi- Do-Re-Mi- Re-Mi- Do-Re-Mi-